演戏攻略 演戏攻略已经大结局了 为此小编真是操水的心 女主为阴落的情感历程 也深深地感染着小编 从入宫的无知懵懂 到后来的平不清云 看着自己喜欢的角色一点点蜕变 作为一个阴落粉来说 内心真是爽到爆 面对各种五花八门的剧来说 小编有非嘴他不可的理由 与正的剧跟以往相比 有很大的突破 无论是风格还是剧情 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虽然女主为阴落的扮演者 并不是很眼熟 但她实实在在地用演技折服了我 除此之外 其他的主角配角阵容堪比强大 这阵势还不足以让人一追吗 该剧讲述了少女为阴落 未寻求长起死亡真相 入子进城为宫女 后来未寻落凭借的勇往直前的勇气 积灭灵活的头脑 宽广播大的胸怀 化解宫廷上下的重重困难 最终成为相助乾隆盛世的令贵妃的故事 看着文案小编心理 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入坑后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看来并不是所有宫斗剧都剧情老套 从此提升了古装剧 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尽管女主没能陪着皇上活到最后 但结局还是挺让人满意的 毕竟两个人也算是修成正果了 相比之下天机之白蛇传说 那剧迷们可谓是泪洒当场了 在整部剧还没有播出的时候 主演杨子的片花就流了出来 看着从小看得大的演员对着绿幕 也能哭得撕心裂肺 除了感叹杨子的演技 真是没得说以外 对这部剧的期待也不自觉大了一分 但真的入坑后 才发现自己还是太单纯 以至于被虐的体悟完肤 不过不用担心 天机手游即将推出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